这只牛蹄上卡了个大钉子 导致无法正常行走 师傅先拿来铁钳 对准钉帽的位置 用力向上一提 由于不知道铁钉有多长 直接拔出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只能用手慢慢拔出来 牛羞腾的反抗 还一直发出哀叫 钉子的下半部分还有螺纹 整个长度差不多有十厘米 能够插穿牛蹄 接着师傅拿来打摩基 给牛羞蹄子 蹄子底部很健康 被扎的地方也没有浓 看来刚受伤不久 最后给伤口喷上药水就算完事了 师傅说踩到钉子很正常 可这么长的钉子却是第一次见 这只牛蹄上也是卡了个钉子 不过相较于上一只 它算比较幸运的 蹄子表面相对健康 内部没有发黑溃烂的迹象 师傅拿来小刀准备下手 刀身卡静定冒处 刀尖顶住蹄子表面 稍微一用力就出来了 是个不足一厘米长的钉子 可师傅作为职业修提师 他有必要确认牛胸是否受伤 拿起小刀 刮开被扎出的角质 角质很坚硬并没有伤到内部 被扎的小洞最后消失了 最后用打磨机将表面打磨平整 这样就算完事了 农场里钉子比较常见 国外都是现代化养殖 用机械代替了人工 但是一般的小钉子也伤不到牛 外层角质能够保护蹄子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给个三连支持一下吧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